甜美人師 美腿踢走色狼 光看著腳尖的伸手 就知道本週的優質運動近妹 絕對是身懷絕肌的練家 嗨 我是蜜亞 我從小就學習跆拳道 然後大概學了有十年吧 十年還滿久的 那好像妳可覺得 小學的時候就很厲害了 小學 小學的時候 然後在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就已經達到 就是有黑帶單位的這個資格 所以當時候還滿厲害的 聽說小學畢業就是黑道 對 小學畢業就已經 就是拿到黑帶兩段的資格 所以那時候就 就是自己還滿驕傲的 因為覺得說 我家店這麼短短的 就是小學那個階段 然後就可以得到這個資格 很有成就感 那小男生我會很怕妳 會 那時候就會覺得就是說 自己走路就會比較 就是才會挺胸 很驕傲 然後就會覺得說 那個 我可以就有行俠仗義的那種感覺 小時候卡通看太多了 她在大學時曾遇過色狼 有人從背後推倒她 她冷靜觀察動向 踩出一腳 就踢跑了色狼 欸 睡覺不要怕 不要晃動啊 我是那個 台南大學畢業 我在大學的時候 主修的是特殊教育 所以我現在從事的工作 是國小只有班的代理老師 就除了工作上之外呢 我現在平常做的休閒人 大部分就是啦啦隊啊 就大學接觸直到現在 以及就是我們現在有多多學生 就是想要休息一下自己的線條 所以我跑去練一下拉丁舞 就是拉丁舞跟拉丁這兩項 是水磨比較動態的 OK 耶 我成功 嘿嘿 還有還有 體操也是Mia的才藝喔 Mia又會讀書 又會這麼多的才藝 還有健美緊實的好身材 一定有原因吧 原來是跆拳道的功勞喔 他表示跆拳道是對打的比賽 一定要非常專注 因此養成做事有效力的好習慣 工作完成了 就會有時間去做喜歡的事 有新聞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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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唱 好 好 好